大家好 我是佳玟 今天的超完美收納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在石器平的空间里面 八十几万的预算 它要有一个大客厅 大餐厅 大厨房 大和室 大主卧 有书房 还有更衣室的收纳 还有吧台 那在这个设计里面呢 屋主为了精神预算 朋友送了一个270公分的沙发 当然要跟着摆进去咯 背后我们搭配的是马毛的壁纸 让它显得很时尚 室内呢 有一个看起来是四人的餐桌 其实拉长之后呢 是可以做到六个人的 收起来之后 却只有一个摸字形的大小 这个空间原来的厨房 其实占据了这个房子里面 最重要的采光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就把厨房的墙打掉 那当然打掉之后 地上一定会有伤口 为了精简预算 我们就用金属马赛克 把它的收边做起来 第一个呢 它可以精神预算 第二个 绝对是非常的好看 厨具呢 做了一个转向 它可以让空间比较大 就可以增加了一个 比较时尚的吧台 然后在收纳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增加在吧台下面 以及周边的空间 吧台的桌面呢 我们使用的材质比较特别 它是人造大理石 人造大理石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呢 它摸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冰凉 有温润的感觉 第二个呢 视觉上看起来就像大理石一样 当然呢 它兼具人造石的优点 就是非常的好保养 高CP值的装修 系统柜绝对是好帮手 虽然屋主现在是单身 但收纳量绝对足够 日后成家使用 在这个17屏空间里 还有间大和室 隐藏在墙面的单人床 让和室也能成为客房使用 而且底下还有满满的收纳 最重要的是 在入口的地方呢 我们用花板做成了 它和室的门片 花板的最大优点就是 它可以让你选择颜色 喷上去之后有 它属于花板特殊有的造型 那整个房子里面从和室 到更衣间到房门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它绝对是可以精简预算的 进入主卧室的入口 比较特别是 我们做了隐藏门的设计 那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用壁纸 壁纸呢 它不但可以精简预算 而且它是非常好 做隐藏门的材质 从房间的入口到床头 它整个风格呢 是可以串联起来的 那在卧室里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原来它有一个 降板浴缸的设计 可是因为呢 对于这个空间使用上面 比较不实际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 可以随时引光线进来的书房 不但可以增加收纳功能 它还可以有光源引进来 让整个空间可以加倍大 因为屋主的衣物非常的多 所以呢 更衣间我们设计的是 一个摸字形的收纳 入口呢 做了双开门 双开门当然可以让空间放大之外 你使用出入都会非常的方便 在今天十七平八十五万预算的空间里 巧妙地运用替代性材质 将预算花在刀口上 可以让空间即时上 又帮你省下荷包哦 想欣赏更多刘家文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